大陆的餐饮集团来台湾开川菜馆 不过之前传出菜太贵生意拨好 不过呢 现在这回他们不但调整了菜价 还把很少见的川味的鲍鱼和龙虾端上桌 准备要来抢尾牙的生意 穿着便脸 桌边上菜 打着大陆川菜的名号 今年首度抢攻台湾年终尾牙市场 把传统川菜不用的龙虾鲍鱼 也拿来做川菜 这道泡椒大龙虾 就是用四川老潭泡椒 爆炒生鲜龙虾肉 吃起来酸甜带辣 而鲍鱼鳞的糖醋汤汁 也有青椒的鲜辣 我喜欢把这个去钻研 这种海鲜的川式的一些做法 但是这个口感是很微妙的 你可以细细品尝一下 口感是非常微妙的 它融合了蔬菜汁的味道 和鲜椒汁的味道 传统川菜少用的还有牛肉 泡啤酒之后做成功薄口味 软嫩厚实 将刀工的干贝丝和杏包锅 快炒干辣椒 嗆辣入喉 不辣口的功夫茶疗鸡 用梅子茶搭配熏鸡 大陆主厨的创意 能不能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就看这一次年终尾压的接单 我们先说服饭 可以炒鱼 万能不能符合